有个观众给我留言 他说他从这个东北要迁徙到广西 他问我这个怎么样 那我说的南方不包括西南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提到广西 人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西南关化地区 西南关化地区普遍意义上 这个广义的来说大概有16个省 甚至包括这个东南亚 东南亚一部分地区也属于西南关化地区 这从语言分类上来说 习惯上人们把这个西南关化地区呢 说的没有那么大 大概是云贵川 湖南湖北和 重庆 这个广西 一般是这样分 那么西南关化地区 在未来对中国而言 它属于高危地区 中国现在最危险的 其实 是散干凌清 散干凌清 现在已经变成一种 中央政府为了哄着 少数民族 说白了就哄着穆斯林 那么 从行政资源上 包括这个官员的配置上 给了他们 超国民待遇 不到30%的这个少数民族 担任了70%以上的 公务员的份额 民族矛盾 看起来被掩盖了 但性质上 正在加剧恶化 散干凌清呢 跟新疆还不一样 它是以和缓的方式 尽可能笼络住 少数民族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效果不会太好 它之前出过问题 它今后还会出问题 它跟新疆不一样 它的高危程度 甚至高于新疆 是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兵 它采取的是怀柔远人 是用这种方式 一旦出了问题 瞬间 将演发成 大规模的血腥事件 那么新疆呢 排的第二 它只有在中央 丧失威权以后 各地把自己的警力 防暴 处突的这些部队 调回去 新疆的问题 才会爆发 你各省要自保了 没人料理呢 是吧 这个情况以前出现过 出现过在哪呢 在这个北洋时期 北洋时期 小扇子 瞿素珍 曾经 收复过外蒙 但是很遗憾 是吧 打了一战了 往回撤呗 政权马上就丢弃了 新疆的下场跟它是一样的 当内地有警报传来 弹压不住了 中央威权不在了 各省都会抽回自己的兵力 新疆问题 瞬间就会爆发 那么西兰关化地区呢 其实也一样 也相当危险 它的问题从宋朝就开始有 到了元朝 这个麻烦就更大 而且它的麻烦是双重的 它不仅有少数民族的问题 而且还涉及到一个毒品的问题 因为西南是 中国毒品的来源 所以从大年迁徙到这个广西 不见得会增加多少安全系数 在东北 好歹你也是隋大流 是吧 实在不行了 你还能混同于一般群众 你还能熬过去 在西兰关化地区 说翻脸就翻脸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一点 如果在中国内地继续混下去 对你来说相对安全的 其实是长三角 猪三角 老底子来说 这是英国人的地盘 受英语系国家的影响比较重 今天中国的主要的出口 阻光 加工业 政外汇的 其实都来源于此 所以它比较容易 接纳外地人 而且它本身也是 用功的大省 就沿海的 江浙沪 广东 全国的这个民工输出 主要是面对他们 那真的你要讲东北人多 东北人多的是海南 在那个地方 根本就完不转 所以呢 在内地 如果说真的不走的话 其实选择余地不大 应该来说 是相当困难的 只不过从一个坑 跳到另外一个坑里而已 民族地区的问题 一定会爆发 中共现在对 人数比较少的地区 是拿钱砸 最出名的是西藏地区 西藏地区 你要是去过 你就会知道 中央政府拿钱砸 砸到什么程度呢 每年砸一回 就他让你养生客 让你这个 发家致富吧 最起码能自己养活自己 他是每年都给你 巨额的补贴 给你买来这些 生客 让你去放 让你能自食其力 上学也好 这个 住房也好 能花钱的就拿钱砸 拿钱解决 因为西藏人很少 只有100多万 那么西兰关化地区的 少数民族 其实数量也不大 基本上也是拿钱供着 关于这个 车通轨 苏通文的问题 其实 11年前就发生了 2010年就开始了 第一批 就是西兰关化地区的 少数民族 为什么你听不到反应 没有像西藏 新疆 类蒙 这么大的抵触 落到国际社会上去 就是因为补贴 那么新疆呢 因为少数民族数额巨大 是吧 1000多万 砸不起 而且事实上不是补贴的问题 国企进入新疆以后 当地居民的收入 没有得到明显的增加 但是物价明显的上涨了 那跟着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胡耀邦两次进账 带来的一个成果 叫两扫一宽 两扫一宽的政策 给中国的少数民族 尤其是穆斯林 去巴基斯坦 留学 去学古兰经 带来的一条通道 实际上 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 一直存在 真正的恶化 就来源于两扫一宽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 所以他未来肯定是要洗牌 民族地区的洗牌 一般都是杀人 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所以我建议呢 如果有的选 尽可能不要进入西南光化地区 如果你本来就在 那个问题还不大 你至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旦出了问题 你大体上知道怎么办 而如果你作为一个新移民 迁徙过去 又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对你来说 这个坑 可能稍微大了一点点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